大家都知道今天有個消息 就是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先生 在上個星期五就離開了地 我們當然很傷感 李鵬飛先生大家都知道 從80年代開始在香港的政策 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至90年代至2000年 他對香港的貢獻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甚至乎李鵬飛先生在自由黨 是第一位去參加直選 是可以夠膽離開功能組別 去走內地 去地區那裡 是第一個商界的人士去走直選這條路 這個令到整個選舉或者政治的生態 在商界作為背景的人物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是一個很大的上司 當然我們在這裏就慰問他們的家人 我知道他們的家人會低調處理後事的工作 我覺得到做了什麼持續的事 就是不要理會自己的成員 你覺得在要求你 就是你需要 spoil 是否認識飛哥有幾十年 他跟飛哥的感情是更加深厚的 當年我入自由黨的時間 飛哥仍然是主席 飛哥仍然是主席 在公在私都給我很多意見 我是很感激的 這個當然在自由黨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在香港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我們也都感激我們多方的老友 都來給WhatsApp我們 和見面都很慰問 我們都在這裏多謝他們 有心和也都會將他們的心意 會轉達給菲哥的家人 OK 請問您可以回答美國的英文 關於Mr.Ellen Lee? 我聽不到她說 今天我們有新聞 我們知道Mr.Ellen Lee 我們很抱歉 我們很抱歉 Mr.Ellen Lee 是很重要的 我認為這次前方部分 going on seems to have a person in Hong Kong politics since the 18th and here is the first one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the goal to have direct elections from the district election so this is very encouraging for the business sector to not just stay staying in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but to open us up 就是用逛逛选拟的選挙 所以他有多陷害於香港社會 的韓國社會 我們會很感激他 謝謝 OK